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潘兆聰 《好報在線》 今天晚上《好報在線》的時間有《易經塔羅斯》的Chris 好了 很緊張 大家 這些問題應該實中的 實中的 大包圍 沒錯 肯定有東西適合你 所以我們就來了 準備好大家 其實不用特別在一個靜的地方 問問題的不用 問問題的 我們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條件 所以第一個直覺的 純粹是哪隻牌 希望新的一年有新的指向給大家 第一條呢 這十條問題是誰找來的呢 在我們《迫迫air》的APP裏面 尋師傅的欄 小弟都收到不少問題 過去六個月左右 來來去去 大家都很實在 對這些問題 很有憧憬 好啊 我們現在連尾 最多人問 首位的就是 我們 當事人 即是你 有一個 的心儀對象 首位嗎 首位 這是最多人問的 有個心儀對象 或者 我們扭一條問題 就是 你的新的感情 在2023年的時候 會怎樣發展呢 會怎樣發展 是的 幾樣東西都能夠包含 第一 就是你有個心儀對象 或者 如果你沒有對象 很dry的 會不會有 會不會有 即是 未來一年的感情發展上 你會發生什麼事 好了 現在我們就在 這個時間 我們就 給四隻牌 好啊 總之如果你覺得這個不用問 我現在很穩定 我全家很幸福 很幸福 你不要充足自己問 是啊 是啊 哈哈 知道什麼事 總之現在有1至4號 自己想定 1至4號 1至4號是什麼呢 立刻開牌 立刻開牌 好啊 我讀出來 1號就是大過 男生千萬不要怕這些 沒有的 沒有的 給我個號碼 28 28 OK 好了 第二 第二 是18 18 OK 是這樣的 第三張牌 就是33 是這樣的 OK 第四張牌 看 是 OK 7號 OK 就是有些馬 是 是 好 大家應該都在螢光幕見到 是的 OK 如果選1號的朋友 你來年 很老實說 你會 真的有一個你對他 很有感覺 或者是很吸引你的目標人物 或者是一個伴侶 如果你沒有這個對象的時候 你一定會 遇到一個你很系統的對象 如果你本身已經有這個對象的時候 我們要看看他的發展 你接下來的發展趨勢 我會勸你 你不要太激烈 你不要反應得太激烈 因為你會害怕對方 這個要小心一點 OK 有的 有的 正面的 正面的 對 因為我會覺得 兩個對象 如果沒有對象 你會遇到一個 你很撤得理著 只是撤得理著 的對象 如果你本身已經有一個對象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 進入一個非常迷戀的情況 正所謂是嚴重地沉船 那你的動作 我就是為何解釋這隻牌 是得原來沉船 如果 不是這樣的 如果你是過分激烈地反應 我可以說 你會害怕對方 原因是什麼 現在2023年 即未來發展的一段時間 我會發覺 是你喜歡他多過他喜歡你 這個有些人 什麼 他喜歡我 不是的 你喜歡他多過他喜歡你 這樣不行 不平衡 對 那怎樣可以令到 這件事的平衡 有機會發展 努力經營 正面的 正面的 恭喜你 第二隻 如果說第二隻牌的朋友 接下來的感情事 感情 感情事 感情事 我突然說這首歌 感情事 你開罵 我的語情 如果在這個情況之下 可能中間會有一些變化 如果那個變化 就不是太好的 你的戀愛對象 或者你的目標對象 其實對你 不太有感覺 或者 不太過 不太過 Masso 可能你真的 不太對他 如果你本身 是有一個感情對象 或者已經發展 緊一段感情事 小心 中間會有一些 內在變化 不是第三者 不關第三者事 你會發覺他為什麼 會冷淡了 或者那個感情轉談 是你們本身的價值 看法 有一些偏離 與不協調 中間 你們就要很努力經營 我見到不是絕望 如果你仍然想挽救這段感情 或者挽救這段關係 要好好看清 究竟中間大家 不協調的地方 在哪裡 勇敢地面對 拿出來談 是有得救的 但是如果你 既然 你覺得感情事 是分手了的 好 一般 2號 3號 3號 如果你有戀愛對象 其實大家是可以慢慢發展的 亦是可以發展到的 這個3號比1號好 原因是什麼呢 大家在一個平等於差不多的 基礎之下 慢慢發展起來 而大家亦都是 對大家有一個感應 而那個感應 不是過分地激烈要尋算 是可以令他細水長流 慢慢去搞的 這件事有得搞的 我見到共處一室 不知道是否有關係 必有閃失 大家小心點 總之在共處一室的時候 未去到那麼激烈的 不會一來就共處一室 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大家建立在一個 真正想發展的關係上 大家都跟大家互相吸引 差不多 這個就沒有 好了 4號 4號就會比較多 如果選4號的朋友 如果你有一個感情隊長 小心 大家都相對於 不是你就是他 大家都相對比較脾氣暴躁 亦都是比較有主見 這些是比較難相處到的 所以如果你察覺到自己是脾氣暴躁 看看是否會嚇人 如果對方是脾氣暴躁的人 或者性格比較激烈的時候 看看你是否妥協 如果你是在這個基礎上 你能夠妥協到 其實都有發展的空間 但如果真的不能夠接受一個 非常之光烈性格的人 那可能就需要及早放手 這個簡直是說出性格 4號 是性格令到這件事會否合作 如果大家覺得可以 其實這件事是會產生一個 一特的情況 即是說 如果你自己比較暴躁 你會遇到一個比較光烈性格的人 看看你能否接受到這個情況 如果可以的 都可以效果 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明知道自己是不可以這樣 那就看清這件事 可能這個世界的樹林很大 OK 這個就是 Chris是塔羅斯的理論 如果我剛才一開始學 我就會覺得 這個可能有很多競爭者 即是我會這樣理解 不知道是這樣 好了 OK 來了 接下來 下一題不知道關不關你的事 第二題就是這個 很多人都在做的 什麼 賣樓 手上有一個物業 這個物業就是 看看是否能夠到新 如果大家有一個 有留意這個樓市 最近說跌了20% 大家很急急想離開 即是由年頭2025.10% 不停地說 但有一些都是大賺而 而 最新就是剛剛 因為說 有機會通關 是 就立即有人說 明年樓市會升回 不知不知幾個百分比 是 立即有人說 從來都是這樣 是 立刻 有兩隻 牌給大家選擇 好了 有一號二號 看看大家 如果手上有物業 就想賣出去 看看情況如何 第一隻 第一隻是47號 47號 第二隻 是46號 46號 是 OK 如果選擇一號的朋友 我覺得這個世界 沒有樓是賣不出的 看空宅都一定賣得出 對 看價錢而已 為什麼會這樣說 原因就是 麻煩你 你選擇一號的朋友 你就張奏一點 你走一點 不像實際與 不太貼近現實 你真是 賣樓這件事 好看市場 現今這一刻的價值 那你就有少少離地 你可能要做多一點功課 張奏一點 也都看看現實環境是怎樣 有自己可不可以繼續 守下去 或者是繼續保持著你這個物業 我會覺得是這樣的 明白 如果你便宜一定賣得出 OK 好 離地 他差不多升到離地 這個高人 你明白了 希望大家 OK 好了 而以後選擇二號的朋友 我也覺得是恭喜你的 因為你會有少許喜出望外 也是給你自己的預期是好的 這件事 也是會賣得出的 也是來倒價的 用行內術語 倒價 倒價 倒價即賣 對了 所以如果你選擇二號的朋友 其實你的物業定價 也可以進取一點 不用你外面說 別人拋回來 不是喔 現在跌了20幾個百分比 你還不減這些 好吧 你減多80萬 給票即收 你不用被人拋 你可以站硬一點 選擇二號的朋友 因為你手上持有的物業 是遇到一些好客人 好啊 好啊 正啊 不知為什麼有很多人問 很多人問 厲害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問 我自己有一個揣測 一個揣測就是 大家會很想賣樓移民 我收到很多問題 沒錯 所以如果是移民的話 如果你移了就移了 就不關你的事 祝大家好好生活 現在是說的 不是移民了之後 可以不可以 是不移倒民2023年 因為你要申請 批不批 有很多東西的 可以和不可以 所以現在就是有兩隻牌 給大家選擇 因為關係的 第二和第三條 好了 想好了嗎 好了 第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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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號 十三號 好 第二隻 是 出現這個字 家人 是 三十七 是 OK 好了 如果選一號的朋友 我覺得是 可以繼續 去處理 那件事 而你移民的過程 是讓你自己預計的情況 預計的時間 是長了 是的 你還仍然需要 繼續去處理一些 中間 細節上面 你去到那個目的地 或者你在文件上 尤其是 你那些 要呈交的個人資料 家庭資料 預背景資料 那些文件上面 又要謹慎 和小心 因為我見到 你會比較容易出錯預留 而延遲了你整個過程 是的 所以你在那個文件處理上面 還有那些資料上面的處理 真的要好好 小心把關 還有 亦都要 保留一些 如果你是通過一些 人員去幫你教 尤其是你是經人員的話 你要真的打聲12分星塵 這個人員是有機會有脫漏 要找一個好的人員 是 真的很重要 沒錯 所以我見到 你選一號的朋友 你不要什麼都相信你的人員 你要保留著他幫你的處理情況 因為我見到是會有脫漏的 但你整個事情是正面的 可以做到的 即現在是正面的 是的 正面這樣 好 選二號 選二號 選二號的情況比較好些 OK 比較好些是什麼 整件事已經差不多 如果你真的打算移民 你也可以去 比其他人短的時間 你可以完成了整件的作業 如果你在 正面處理的 亦都差不多接近尾色 所有事情都可以 如願意嘗 因為運勢不錯 亦都是 無論你去到 當地工作 與居住的地方 亦都很快 你如果沒有穿落 的話 亦都很快會有穿落 2023年是一個 明朗的一年 如果是移民情況 那好吧 又養了雞 剛才看到了 有牛有雞 不錯啊 發財了 不錯 有工人 什麼都有 移民的房子也不錯 又有樹 都獎盛出來 有一個不錯的生活 正面的整件事 反而一號 就是要小心你的人 OK 好 接著 那些人還想問什麼 第四題 是的 第四題 如果不是想而問的 很多時候 我們經歷了幾年的 疫情 又戴口罩 又經常說我事不好 其實我不太覺得 我覺得仍然 保持這個希望 那大家現在似乎 整個氣氛裡面 都在講一個 復常 那復常 就覺得 是時候 我可不可以 轉工轉一下 這個新的環境 如果轉工方面 我就給大家選擇 兩隻牌 都是兩隻 都是兩隻 好 有沒有需要 1還是2 需要來 先來1 這條問題就是 你想想轉工 不是你會不會轉工 現在是你想想 我想轉工 你真的有計劃 有計劃的人 才適合你 這條問題 不是問你突然會不會轉工 好 好 第一是38號 好 第二個 第二個 24號 如果選擇1號的朋友 小心 因為你傾向 如果你選擇1號 我相信你的傾向 都是朋友介紹的 亦都是給一些 資訊 不是你主動去運 你轉工 就是突然間有個朋友 喂 什麼什麼什麼 哪裡哪裡哪裡 好像請人 你去試試 或者已經知道 喂 我知道哪間公司 或者我做的公司 是請人 你過來幫忙 人工不錯 或者福利也不錯 又多適合你 那你問生這個念頭 我勸你 一動不如一正 因為如果你選擇1號的朋友 都打算轉工 不要相信你朋友的介紹 未必對 應該不太對 反而如果你想轉工 如果選擇有1號牌的朋友 麻煩你努力點自己去找 越熟的朋友越危險 簡直好像臉左左 越熟的朋友越危險 所以如果你要轉工 就有一些不是在人脈關係上 而牽連的轉工 你就會比較安全 要順利點 好 明白了 2號 豐收 2號的朋友 如果你想轉工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 你會轉到 你去搞都會轉到 但是 你會轉到一個多勞多得的情況 原因是什麼 通常都是 大部份 我不敢說100% 大部份人的轉工 都是想升職加薪 有小部份不是的 我已經遇過了 想做什麼 想減薪 因為不想做這麼多 是的 有些人是這樣的 好了 大部份人的朋友 如果你想升職加薪 除了加薪酬之外 也會加上薪婦 如果你選擇2號的朋友 你可以找多了一點 但是似乎 你找多了一點 和你加多了很多的薪婦 就有一點不成正比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工作狂 就是一個工作狂 恭喜你 對你 你真是可以表現到自己 在這個新的工作環境裏面 薪酬也有個回報在 不過是比你以前 就沒那麼怕脫 沒那麼舒服 OK 好 適合轉變 看看自己什麼性格 有些人真的 越多工作做越好 有些人真的不要搞我 是的 準時6點鐘下班 5點59分已經走出去 是這樣的 幸好我們公司沒有 恭喜 好了 接著下去 這一節的最後一題 最後一題 這一節 好了 很多人 這個很奇怪 這個就是去到第五題 問什麼呢 財運 財運 很籠統不可以 財運 很多人都會這樣問 財運 很多人都會想 究竟是正財 還是橫財 還是以外之財 甚至有些人 會不會承繼到遺產 很多不同類型的情況 總之就是 你 講到來年 2023年裏面 你自己的財運的增長會是怎樣 好 那我要設定一個目標 增長幾個百分比 不 簡單一點 如果去到這麼仔細 我會很久 很簡單一點 究竟我那個收入 或者我能夠 無論任何收入方法都可以 究竟是比2022好 還是比2022差 那就容易一點 好 這條比較奇怪 我們四隻牌 四隻牌 OK 好了 都是選擇1、2、3、4 都是選擇1、2、3、4 好 想著 2023的財運會不會比2022好 是啊 好了 我真的有打王 好了 Edmond幫忙開了 好 第一隻 好了 第一隻 41 41 哎呀 哈哈 哎呀 接著 2號 30 第二隻是30 第三隻 火天大有啊 哈哈 14啊 我真的選了3 告訴你 OK OK 第四隻 21 好 21 財運大家都很關心 正常的人 希望大家有正財的增長 對 希望越來越多 誰會嫌少 正常都是這樣 是的 好了 選擇1號的朋友是怎樣 1號的朋友看牌面 看牌面就好像很破財 是的 寫著選的 是的 如果是這個圖畫 告訴我一個訊息 就是 你偏才你不要想 嗯 偏才沒有 什麼叫偏才呢 即是那些 投機的 股票 投資與投機 也是 是的 投資真的要找一些很穩健的 你才好處理 你真的不要亂來 正財上面沒有分別 正財上面 如果你是正常用勞力換取收入的朋友 其實你是沒有分別的 跟2022是保持到的 運勢是保持到的 也是看到 今年有 來年也是有的 不會有特別的損失 但是如果你真的玩 投資與投機 玩這個 的錢財增值 這個方面的朋友 你就真的要小心 因為我看到你運勢 都真的比較差 即是高風險的真的不要搞 是的 低風險你也要先想過 要很極低風險 例如真的你去銀行做定期才適合你 定期才適合你 定期才適合你 好過沒有 不是加勢 現在也好 如果你投資 你要很穩健 要做很多功課 你才可以做 我看到你的正財 投資與投機上會令你有損失 1號的朋友 好 小心 2號 2號的朋友 明年有少許時間給大家 如果明年到年中之後 即是六七月 入夏 即到夏天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增長 尤其是在你的職業上 會有很大的機會 會有一個加薪 或者一些其他額外收入 很多人是這樣 除了打工 拿一份正常的收入之外 你極有可能 不知道為什麼 在年中之後 你就會收到一些 例如 bonus 或者一些 可能收 commission 會有一個特別的 派發給你的 這個真的不錯 是一次性的 一次性的 OK 如果你是 如果你本身 會有 那些叫做 花紅 或者是獎金 的朋友 你聰聰聰聰聰聰聰 尤其是明年的頭半年 不要走差踏錯 也要好好地表現自己 而你的 這種回報 也是不錯的 即是公司 會分花紅 會分賬金 會分獎金給你 你會拿到 不錯的 但如果在偏財方面 偏財方面 你不會有太大的進場 偏財方面 你不會有太大的進場 也不會怎麼輸 如果你想在 投資與投機方面 或者賭博方面 想賺一大筆 就可以 不用怎麼想 反而 如果你在正常 平時的工作以外 做一些 額外的 freelance 或者那類型的事情 有一個 短時間 有一個額外收入 你是做到的 嗯 好 知道了嗎 明白 都是好事 都是好事 好了 我們真的選了三號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 火天大友 火天大友 他不是火天大友 他只是寫大友 對 火天大友 是不是真的火天大友 對 十四卦 火天大友 我們去年 不是 今年 今年 對 真的火天大友 我真的選了這個 對 好 很多大友的東西 對 這個 對 如果明年的話 反而 這個 是多一點偏才運 是嗎 對 多一點偏才運 如果你本身 有做一些投資 賭博 我一向都不贊成大家做的 如果你有些投資 或一些非穩定性收入的東西 例如你是 這所需投資 的朋友 你會比較多 2022年 比好很多 如果大家做零售業 即使是賣樓 你會明白 勇金制 勇金制的朋友 你會多賺很多 掉吧 對 那些sst 會成功 會成事 如果在正財方面 如果是固定入息的朋友 賺錢賺財 也會沒有問題 所以如果你是找找普通傳統入息的朋友 你可以嘗試去留意一些 有沒有一些一次性的投資 投資的東西你可以考慮一下 這個運勢不錯 OK 都是好 都不錯 很棒 好不就行了 還要收穫 第四個 剛才好像我們看過這個 火雷勢俠俠 包星天剛才說過 這個會比較差 真的如果你選擇這個朋友 如果你本身是賺取一個顧令修有的朋友 就小心 可能 有機會 失去工作 你要有一點點 這方面的打算和心理準備 還有後路這方面 你真的要留意 要留意 是不是真的渡過不到呢 我不敢說 總之 無論你正財與偏財的收入 都會有折扣在 如果是普通打工的朋友 可能會有一些 減薪的情況出現 但是這個情況 是惡理不親的 但是如果 在選了四個朋友 也會有機會 也有幾大機會 遇到一個情況 有些 裁員 裁員也不足夠 就是 有些不知什麼人 走來問你借錢 但是一去沒有回頭那些 回不了頭 所以 如果在選了四號的朋友 你未來一年 有朋友問你 當然是一百幾十那些 無所謂 如果對於你來說 是一個 有壓力 有些壓力 覺得是一件事的銀碼 你真的要好考慮 也要記得 你今天是選了四號 那你就真的 我奉勸你 遠距了去 還有沒有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 一定是失感情 還有一定會不見錢的 還有一定會不回頭的 所以 為何要看我們的節目呢 還有Chris為何會說 塔羅是給大家一個方向呢 其實可能有這些情況發生 那你就知道 原來我不可以借錢的 無論如何是不行的 那今年 待會是明年 就要小心了 沒錯 吹腳避空 好了 OK 大家玩得很開心 還想玩下去 接著我們還有五條 也是 很多人問的 很多人問的 待會我們繼續這樣 看看 接下來五條 會不會都中你想問的 好 回來我們第三節見 潘兆春 好報在線